一半新香 生命电视以佛法迎接美好时光 那六庙门他可以说在他的小指观 在进阶直接讲说怎么修指 怎么修观 那因为这个部分 我们就也要先讲一下说 禅修基本上是修炼我们的心 那又讲直又讲惯 然后又讲定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定呢 他基本上也就是总括的一个名词 就是戒定慧这个定 所以是针对于我们的心 能够把凡夫的散乱心呢 能够培养安定集中专注 保持正念 所以用定这样子来 总括有关禅修这个部分的一个名词 那里面又分作指跟关 那这个呢 是说当我们在修禅修的时候 那我们的心离于散乱而能够保持专注 这样的状态呢 他就称作指 那观呢 也就是说我们的心 没有散乱心能够指安定的时候呢 其实心还是有他的作用的 他能够自我观察 所以一个指跟观 他是本来呢 是一体的两面 就好像是我们的手掌一样 我们没办法分 是手背跟手心 好像把这个手分开 那我们说手的时候 就是手背跟手心都算了 就是手 那所以呢 我们说修禅修要学我们的这个定 那又把定可以分成指跟管 这样子的一体两面 是这样啊 那因为在佛法说 戒定会是三无肉学的时候 他是种瓜用定 所以我们说佛教的定学 那实际上应该是定学 他就包括有指跟有观 所以我们如果把我们的心 安定下来的时候呢 那实际上呢 应该能够有这两方面 只是说我们通常初学的人呢 先学指 指 就是因为我们的心 平常呢容易散乱 所以我们先学指 就是一念不生 什么念头都不生 那专注在一个对象上面 来安定我们的心 这样子就是把定呢 他分成指观这两方面呢 我们就把它 好像有次力的把它分成两个事情 那指的时候 真的是专注我们的心 完全不懂 一念不生 那在指的时候呢 他是培养了我们的心的专注力 那在专注了以后呢 就是我们在学习 在安定之中 我们的心还是能够有观察的能力的 这个时候就是观 那当我们慢慢慢慢培养了有这样子的一个熟悉度的时候呢 那又有指观就不离了 就是即止即观 即就是即刻的即 就是当下在指的时候呢 本身就能够观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一般呢 把它作为比较的话 就把欧罗汉的子跟菩萨的子 那个就是十地以上的菩萨 就是大菩萨 就像观世音菩萨 文殊菩萨这样的 大菩萨来说的话 那他们就是能够起种种的变化的时候 也是要很止 就是心很安定 可是他在安定之中 他又可以起种种的神通变化 可是他起神通变化又不离止 是这样 所以等于是说 他都没有离开这个本体的这样的妙用了 那如果以欧罗汉来说呢 他的止 他就是要很专注的 那他的专注里面呢 他基本上呢 就是对峙我们的贪嗔痴烦恼 那全部都能够看到这一些贪嗔痴烦恼呢 他的本质都不是持有 就是这样子一直定下去 所以他强调止之间 所以他强调止之间 可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对照里面呢 我们凡夫众生呢 我们其实呢都还没有达到 连止都没有啦 那我们就要知道说 我们离这个止这么远 我们为什么离这么远 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在想 那我们的想呢 都是从严和彼此生意 所起的 跟外境所接触的这一些 那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谈 这个禅修啊 此惯啊 实际上呢 也都是希望说 我们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啊 可是我们知道 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是很重要的 那也许我们的因缘合合了 那我们每一天培养一点 每一天培养一点 那等到我们 比较工作没有那么忙碌的时候呢 也许我们呢 就能够上路了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希望说 透过禅修呢 能够开发我们的智慧 所以佛法在修禅修的时候呢 智者大师也强调说 我们要修禅修呢 也要发菩提心 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是 有这样的一个长远就近的目标 来修禅修的话呢 我们就比较不会偏理说 那我们好像越学 越狭窄 是这样 如果一个立根器的人呢 他学的法 他就是立法 那如果一个顿根器的人呢 他学的立法 他也变成顿法 是吧 我就记得 我们师父上脚下颜法师 他很会画画 他画画如火纯青 他随便凸笔拿来就画 不像我们说 我们要开始学写字啦 写书法啦 学画画啦 我们赶快去买那个很好的 什么好笔 是不是 我们就赶快花很多时间去找好笔 结果呢 写出来也还是不怎么好 那当然是说 功欲善其事 必先立其器 那当然是 也需要 可是他到了真的庙的时候 哎呀 他随手一拿来 什么都可以写 到最后我们师父他拿着一支 这个凸笔也可以写 拿着报纸折一折也可以画 然后到最后他画梅花的时候 用手指点一点都是梅花 对不对 所以说 他已经修到了那个新的庙的时候 一切的东西都是他的工具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 其实学任何的事情 也都是说 我们在过程中有他的赤地 要好好的下功夫 那到了真的是圆庙 很纯熟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熟能生巧 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从六庙法门 要来谈禅修 那我们就是要能够学习新的一个安定 那我们也要了解他的赤地 然后从赤地里面 对照我们自己的不安定的心 然后慢慢的呢 我们也希望在生活里面 比较能够忙中有把柄 然后就是趋于安定 能够灵察观察我们各种事情的对应 我们接着呢 就是要来解释 这个六庙法门这六个字 因为之前呢 我们谈到的就是这六庙法门呢 就是释迦牟尼佛 他当时在苦性灵 然后呢 在这个菩提树下 他所修的禅修的方法 也是一属二随三子四怪五环六镜 这六个法门呢 然后呢 他能够降魔 然后成等正觉 所以也是透过这六个方法来修禅定的 也就是说佛法的智慧呢 他是从心里面开发出来的 那心要开发智慧呢 他还是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禅定的功夫啊 那那个时候呢 我们真正的是自己能够有能力看到诸法的真相 那当然我们还没有正道之前呢 我们就是先闻思 然后再去实践修 实践 那闻得到的义离也是有力量 只是那个力量呢 有时候 如果我们不是真正的那种自己相应看到的时候呢 那有时候外境变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理啊 有时候自己好像就把持不住 所以呢 这个佛法最主要的还是说 要强调我们也还是要培养自己的能力来 就是证悟 是这样 所以说学佛学佛要透过闻思修 是这样 那在六庙门的这个解释呢 这几个字啊 智者大师呢 他就特别呢 介绍 就是为什么叫做六庙门 所以他第一个先解释六 所以他的这个文本里面啊 就解释说所言六者 他说所言六者呢 也就是说六庙法门里面的这个六 为什么叫做六呢 即是庙法 也就是用庙目来标明我们这个法门 所以是庙法 也就是说用庙目嘛 用庙目来标明这个法门 那约束明禅 也就是以这个庙目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嘛 六庙法门 这个六是庙目嘛 然后呢 来让我们明白 我们现在要讲的是禅修 那有六种法门 所以用庙目来代表 所以故言六言 那么下面呢 他就是比喻啦 那比喻呢 我们就是举一两个例子 就是说用庙目来标明修禅法的这种名称 那也有用一 也有用二 也有用三 或是四五六七八 九十 那这些都有 所以他这边呢 我们就解释一下说 像一行三昧 三昧 就有一 来作为 这个束法 是这样 像六庙门是用六 那也有用一的 那就像一行三昧 他就用一 是不是 他的树目是一啊 那一行三昧呢 他也是一种禅修的法门 他就表示说 只有一个 就是修行的法门 那三昧呢 是定 我们说正具正定的意思 三昧 那三昧呢 是音译喔 因为他梵文是叫做三昧的 三昧的 三昧的 就是他叫三昧 是取前面的三昧的 那三昧就不算是树木了喔 因为三昧是音译 了解吗 所以三昧不是说三种什么昧啊 不是这样 他是音 所以我们在这个听闻佛法的时候呢 有一些名相啊 我们要特别知道 有的是音译的 像我们说无上正等正觉 他的音译呢 就是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是这样 那翻译成我们中文的意思 叫做无上正等正觉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 有的音译的话呢 那个字本身只是当作音雕 注音符号 就好像日文里面有很多外来语 他们说是来来狗 是不是 那这个三昧就是外来语 就是泛文的外来语 是一行三昧 那这种三昧也是修订 那他讲的一行三昧呢 就是在文书菩萨所说经里面 特别强调的念佛三昧 一行三昧 那念佛三昧他就是 就是说用任何一尊佛的佛号 来当作我们专注我们的心的对象 那这样的时候呢 他就是修一行三昧 就这么一个行就够了 一种修行法门就够了 就是我们一直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也可以 那你要念释迦牟尼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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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把心就专注在这个佛号里面 所以在我们中国佛教里面 净土中特别的兴盛 那当然呢 他是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然后呢 他的修行法门呢 就是用称明念佛 就是称念阿弥陀佛的圣号 那当然呢 也有祖师呢 他强调用观像念佛 也有 就是观想阿弥陀佛的圣像 那这个也有 那在一行三昧呢 他主要是说 不管你是称明念佛 我们的心呢 也要专注在佛号上面 所以这个是所有 我们念佛法门 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那其实我们在修行 其实如果能够用这种专注的 这种修行法门来修的话 那其实所有的行为啊 我们都要用心 那这样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当下 我们在做什么事情 我的心就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记得 我初初跟随我的师傅 上脚下缘法师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 我们师傅就是 对年轻人啊 他的训练方法就是做事 那早晚是有静坐啦 那也是做早晚课啊 这样 可是白天的时间呢 就大部分呢 就是做事 那当然抄文章也算是做事啊 或是我们在 就有一些时候呢 是有客人来访啊 那我们也要去接待啊 倒茶啦 那这些的工作很繁忙啊 那个时候 有时候我们师傅都要到一两点再睡觉 那我们白天都很忙啊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师傅说 那师傅那白天都这么忙 我们怎么修行啊 蛮老实的耶 我说师傅那这样怎么修行呢 他说傻孩子 你做什么事情 就专心做什么事情 就是修行 不要起烦恼 不要胡思乱想 这样就是修行 那个时候真的耶 就训练自己 不要起烦恼 因为我们做事情会有烦恼 我们想说 这件事情呢 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结果 或是会有什么的 可能的变数 不然这件事情 如果没有做好 不知道会怎么办 我们心里就一直想这些啊 所以想这些时候 就越想越烦恼 对不对 然后呢 心思就放在这些上面 那我就 就是 就是 依照我们师傅说的 就把心就放在上面 不要胡思乱想 所以 那个时候 一切的得失心 也把他放下来 然后一切 这种好像 顾前顾后 这样的想法 就把他放下来 就觉得 好轻松耶 就真的耶 他觉得很轻松 你不要去想那么多 我这件事情该做 我就把他做 其实这个都是很相 就是整体的关联性的 那我们的念头那么多 最主要的 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子去检点我们的念头 那这些呢 都是讲禅修 禅修就是要修炼我们的心嘛 是这样的 所以 我们能够把禅修呢 在我们 不是专注静坐 那个时间以外 所有的事情 我们都能够训练自己说 我是不是又起这些无谓的想法 那这个时候也是禅修 那我们每一件做的事情 我们当下都能够很专注的去把这些事情 专心的去做 去做 那这样子也是禅修 所以 对应一行三昧 另外还有叫做非行非坐三昧 所以我们师父有一幅画 叫做 行也禅 坐也禅 行住坐卧体安然 运水挑才无非佛法 有没有 他就画一幅画 有的人是挑水的 有人是砍柴的 那有人是在打坐的 都在修禅 是这样 他就非行非坐三昧 那对应一行三昧 那就直接用念佛 这样子 就能够修到心的安定 那非行非坐三昧 就是我们没有常行三昧 也没有常坐三昧 那我们就是在生活里面 所以我们也不能说是行 也不能说是坐 所以叫做非行非坐三昧 所以这个时候又有一个名称叫 决意三昧 要警觉我们的心念 我们的意识 决意三昧 随时都注意自己 我在想什么 我心有没有专注 那这样子的时候 那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的烦恼也减少 因为烦恼就是我们的心跟烦恼走了 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说修禅修也可以断除烦恼 他是根本的看到我们心的状态 是这样 那我们刚刚这样子呢 就是解释这个一行三昧 也是用一树木 那下面又有一个三 以三为树木的 叫三三昧 三种三昧 三种三昧 就是无相三昧 然后这个无作 然后就是解脱三昧 就是无相 无作 无怨 解脱三昧 这种三的三昧 三种定 就是无相我们不取相 然后无作呢 就是我们的心呢 不起一个这种好像 我们想要去决定做什么 那个无作 那个做呢 就是我们的心 常常无形之中 我们就说 哎呀 我们就是想要去做什么 好像那个心就自然 他就有一种好像意志力 那这个时候我们心也要观察到 我们有这样子的作用呢 其实他就会有一种逼迫性 要我们去做那件事情 那这样我们自然呢 我们的心也在动 那我们的身呢 也会去操作这样的一个 一个这种行为 所以这个呢 就是也是一种修三昧的方法 然后到无怨 也就是说我的心 这种怨呢 是说我们没有那种意愿 就是不要起好像我们随时都想要 要去做什么 要去做什么这样子的心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是针对我们的心的那种状态 那就是我们的心 有那些执着性 去对质的是这样 那另外有是 以是为树木的 就像是禅 就是出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那这个呢 是用四的树木来 曰这个禅定 那以四禅的内容呢 就是我们心 从凡夫的这种 欲戒的这样子的一种动乱面 我们趋于安定 趋于安定的时候呢 他慢慢的从安定之中呢 就是能够生一种安定中的喜啊 乐啊 然后到一心的专注 所以四禅他就是我们的心的安定的层次 那就用四树木 那当然其他也有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想我们就大略举这几个例子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吧 那就是表示说 志尔大师呢 他在解释六庙门呢 他就是先解六 那六就是六的树木 那最后呢 他就是以这个六 他是说 曰树法而标章 就是这一段的结语啦 就是用六的树木 来标明要讲的这个法门的要点 这是这一段最后 最后一行的这个部分 那下面呢就解释庙 为什么称作庙 因为六庙门啊 那加上一个法 那实际上他解释这六个字 那庙呢 的意思就很多 我说为什么要称作这个六个修行的禅修法门啊 是庙呢 那所以这个庙就有形容的作用 所以志泽大师解释说 如果论正义啊 就是说比较贴切的就是庙的一个根本究竟的意思呢 他就是灭地涅槃 灭地涅槃 也就是我们说的四地方苦极灭道 那灭地就是真正能够消除了我们的烦恼啊 就是灭地 那地呢就是真实的意思啊 就是说用这六种法门呢 来修的话 让我们可以真正灭除烦恼 达到我们真正观察诸法的真谛 然后让我们的心呢 趋于涅槃的境界 那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称为庙 那他说 故灭四行中 延灭直庙离 他用这四个字来解释啦 就是说 涅槃的这种灭 实际上可以称作 灭也可以称直 也可以称庙 也可以称离 这是四个状态 所以 庙呢 他实际上 意思呢 也就是说 让我们呢 可以得到灭除烦恼 所以叫做庙 那庙呢 也因为呢 修这个法门 可以让我们的心 就是直 就是不散乱 那这个庙 他本身 这里他又一个庙 那就是说 庙的话就是庙 这是庙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要来解释 到底这个庙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庙呢 因为智者大师啊 他在讲解这个庙法联华经的时候啊 解释庙 就九十天 九十天 叫做九巡谈庙 巡是十天嘛 九巡谈庙 所以他谈的这个庙呢 最后就是 就是 记录下来就是法法玄意 就是很玄啊 所以说玄玄妙 这个生生意 所以这个就是妙 所以他解释妙的时候的基本的意思 就是说 在赞叹一个很美 而不可思议的境界 就是说一个非常的美满 那么究竟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个境界 叫做妙 所以这个妙本身啊 他就是妙 那另外也有说 这个妙就是今为深远 很今生啊 今生很为戏 所以这个妙本身啊 我们中国人呢 特别喜欢讲妙 哎呀好妙喔 真妙 我们就是简单一个妙字啊 就好像就是 代表了不可思议了 就是讲不出话了 就是没有办法再形容了 真妙 我们中国人是喜欢用这个妙 那这个字也很有趣啊 他是一个女孩子是少女 他是妙 所以我们 这中国字的造字也是 很值得我们欣赏一下 那所以呢 所以呢 他用这四个字呢 还有一个离 那离当然也就是说 离于我们的烦恼嘛 离于我们的凡夫的状态啦 所以这个呢 就有修行的层次了 那这样子了解的时候呢 那这样子了解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从妙其实呢 他的正义也就是涅槃 那所以说六妙法门 如果我们到现在来讲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说是六种让我们进入涅槃的方法 是这样 六妙法门 是这样 那涅槃 他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所以这边呢 智者大师呢 就要特别解释涅槃 他说涅槃呢 是非断 非常 有 而难弃 无 而 易得 所以呢 他这里就是说 你也不能说他断 你也不能说他长 你也不能说他有 也不能说他无 是这样 所以呢 这个涅槃呢 他本身呢 就是一种 我们的心 非常寂静 然后呢 很清静 很安乐 然后呢 又绝对 离开我们凡夫的五欲 五欲的这种染污的状态 所以涅槃呢 他其实呢 在这里解释的时候呢 他又不只是只有灭而已 灭只是针对我们的烦恼而说灭 可是在涅槃的这样的境界里面呢 其实呢 他具足一切 清静安乐 这是涅槃 这是涅槃 所以我们说 我们为什么要求涅槃 可是呢 佛又不入涅槃 那佛呢 也不是涅槃佛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要把他认为说 涅槃只是一种 好像 我们可以把他设定的一个境界而已 是这样 所以他说 非断 这个断呢 就是说 没有的意思 非断 他不是说 就没有 他是断除烦恼没有错 可是呢 他也并不是说断除烦恼以后呢 他就没有作用 因为啊 在这个部分呢 就有一些辩论 就是说那这样的话 为什么菩萨还可以度化众生来 教导众生呢 就是说 菩萨他还有的要献怒目金刚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表情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这种反应呢 也就是说 菩萨呢 他虽然呢 断了烦恼 可是呢 他还可以起作用 对不对 所以说 当烦恼 对众生来说的时候 是我们没办法 去控制他 我们跟着烦恼走 可是到了菩萨的境界的时候呢 他的烦恼 他的这种对众生的教导呢 他不是他自己有烦恼 他是一个工具而已 就是说 他要献怒目金刚的时候呢 他就好像要变得很凶这样 可是他没有生气 这个不容易 我记得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好像 在我们 就是学习学佛的过程的时候 因为跟随的是我们师父嘛 所以 我们好像 举的例子很多 就是从我们师父身上看到了 我就记得 那个时候 就有一位加拿大 他回来跟我们师父学画的玲珑 那他就是 在有名师的时候 那我们都很忙 他还是一样都是只是画画 或者是教画 有一天 他就看到说 有一个学生 然后 还要请师父帮他画的观音像 就是要帮他修改一下眉毛 就是画一下眉毛 你知道那眉毛就很细 对不对 结果呢 师父在那里要描 那个眉毛的时候 结果旁边有一个学生 那那个学生呢 就不知道跟师父讲什么 那师父呢 就 转过头来呢 就训了他一顿 那训他的时候 就很凶啊 然后玲珑就很怕 然后 那个学生走了以后 我们师父 他就一转过头来呢 又开始描那个眉毛 就很没事啊 那我就觉得说 如果这样对应的时候 你看看我们平常 如果生气以后你说 我们的手就有点抖了 还要我们去画画 还要去画眉毛 所以说 这个部分我就是想 解释的就是说 在菩萨的境界里面啊 他应该是随时保持一个心的很安定 那当他要来教导众生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起的那种 信念跟他的那种情绪呢 他其实好像是装出来的 所以当他一讲完的时候呢 他那个情绪很快就化掉了 就没事了 那如果是我们众生的那个生气呢 我们就随时生气 哇那个气就很难调了 这哏在那里后还在气 是不是 我们在看这个人我们很生气 然后我们就气完转过来 这个人问我们事情 我们才说 不知道啦 我们还在气头上 哎呀你不要跟我讲了 我现在在气头上 是不是 这个就是众生的啦 是不是 我们就是 哎呀一生气就是真的生气 没有办法假生气 不过我想有时候 做母亲的也许 会有这样的经验 有时候做母亲的 如果真的修炼得很好啊 要教孩子的时候 假装拿棍子说 我打你喔 打你啊 那其实他不是真的要打 是不是 然后尤其有时候也是打完的时候 哎呀 他的心也还是很痛啊 或是 就是心理就可以马上就是化解掉 所以 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知道说 涅槃非断 他的意思就是在这里 也就是说 他是没有烦恼 可是呢 他要教导众生的时候呢 他还是要起这样子的作用 是这样 可是那个作用呢 就是控制不了他了 可是又不能说断啊 断就是完全没有 是这样 所以也有一句话叫做 菩萨呢是 流祸论生 留着祸 祸就是烦恼嘛 祸迷惑的祸 祸就是烦恼嘛 对不对 可是菩萨呢 他还要留着那个祸 来论 知论的论 生 众生 所以说 当他 就是没有烦恼的时候 他还是有 可以起 这一些作用 那你说贪生痴 那在菩萨来说的时候 他就不是贪生痴 可是他还要度众生 对不对 可是他度众生 没有众生可度 他没有执着有众生可度 可是他还是有那个作用 他要去度众生啊 对不对 所以他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作用 是这样子 那非常 这个非常呢 就是针对我们众生的常而说了 就是 常就是我们认为永远不变 那也不是这样 因为涅槃的境界呢 他就是随时都是可以变动 所以是很活的 是这样 所以涅槃不是停止在那里 虽然我们说他是很清静很寂静很安乐 可是并不是这样都是不动是这样 好像进去那里好像全部都停了这样 那种时空隧道停了 不是这样 只是说对我们众生来说呢 我们特别的强调这个涅槃寂静 是这样子而已 可是他的状态是非断 你说他完全没有也不是 那非常 你说他永远都是 像我们众生以这个世间为时有 那就永远不变也不是这样 那我们说涅槃是有吗 可是呢他难弃 很难契合 对我们众生来说 涅槃好像有而不存在 是不是 因为我们没有达到那个境界 是不是 所以我们众生的境界跟涅槃差那么远 中间就是隔着我们的妄想执着这么多 我们只要执着我们众生的境界 我们就入不到涅槃的境界 可是涅槃在啊 主要的是看不到 就好像是我们戴着一个有色的眼镜一样 我们如果戴着一个有色的眼睛 或者是我们把我们的眼睛遮起来了 那前面有人我们也看不到啊 对不对 有一个一样的道理 他是有啊 可是我们自己契入不了 是这样的问题啦 所以说有而难契 难是难在我们执着妄想啊 那涅槃无呢 而易得 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啊 可是他对佛菩萨来说呢 他是很容易的 因为他现成的 现成的 涅槃不用外求的 就是这样 不然的话 如果我们本来没有的话 我们怎么修也没有 是不是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藉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恶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智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华博帐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不明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 宜蘭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 20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 03-989-8787 03-989-8787 明敬月 释迦摩尼佛 殊胜功德日 慈悲智业 高雄中山书方举办 八观摘戒 礼拜 八十八佛 鸿明宝灿 护身即慈悲施食 恭请战山法师祖法 日期8月27日星期六 时间上午9点 地点佛教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 四百七十二号七楼 恰选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熏席 同瞻法义 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法会直播 请搜寻点书 高雄中山书方 新逢观世音菩萨殊圣公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百万倍 慈悲至夜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特举办八观摘戒 即礼拜大悲灿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9月13日星期二 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熏席 同瞻法义共募佛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想活下去的金鲤鱼 住家附近有条河的赵小姐 她学服多年乐善好施 每逢周末便会去市场购买一些鱼 然后去河边放生 老婆 鱼我买回来了 你赶快拿去放生吧 不是说好下午我去买的吗 因为我路过市场的时候 正好看到有人在卖鱼 于是就先买了 嗯 这样也好 我这就把他们带去河边放生 赵小姐家附近有一个市场 她经常在那里买鱼放生 因此和市场里的鱼店老板很熟 哎呀赵小姐 您来了 怎么今天又是要买鱼放生吗 是啊老板 你可要算便宜一点啊 赵小姐 你真爱说笑 我哪次没算你便宜了 是啊 这位小姐 买几条吧 绝对给你最便宜的价钱的 嗯 那好吧 老板 我要两条鲤鱼 小陈 你帮赵小姐捞两条鲤鱼 我去招呼一下那边的生意 没问题 你去忙吧 这里交给我了 小姐 你要拿两条鱼呢 如果你要用蒸的 那就选两条小的 如果要做葱油鲤鱼的话 那就选两条大的吧 啊 你在说什么 我买它们 又不是要吃它们 不吃 那你买这些鲤鱼要做什么呢 我是要将它们放生 啊 买下来放生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有人自己掏钱买鱼 然后放掉呢 我这是行善 也是帮你们赎罪 鱼店老板见他的朋友和赵小姐 似乎在争论些什么 于是赶紧过来打圆场 赵小姐 赵小姐 选好鱼了吗 怎么了 还没帮赵小姐 还没帮赵小姐把选好的鱼捞出来啊 这位赵小姐说 那两条鲤鱼是要放生的 我生平第一回 我生平第一回看到有人花钱买鱼又放掉的 哈哈哈哈 这位赵小姐向来如此 她一心向善 每个星期都会到我这里买鱼放生的 每个星期都要买鱼放生 这是为什么啊 因为放生是极大的善业 这些鱼如果我没买下来放生的话 就会被别人买去吃掉 难道你不觉得它们很可怜吗 可是这些鱼本来就是要让人吃的 不是这样的 这些鱼也都是有灵性的 你要杀它们 它们也会害怕恐惧的 啊 你是说这些鱼也像人一样会害怕死亡吗 嗯 是的 赵小姐 你的鱼 赵小姐接过鱼后 便将一本剑杀放生的书 递给了鱼店老板的朋友 先生 你有时间的话 请用心的看一看这本书 相信对你会有帮助的 戒杀放生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 赵小姐因为有事 而没有去买鱼放生 某天晚上 她竟然做了一个怪梦 在梦里 她一直听到有个声音在向她求救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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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救救我 救救我 你是谁 老婆 你怎么了 啊 原来是做梦啊 老公 老公 我刚才梦到有人在喊救命 她一直求我 救她性命呢 是吗 真是一个奇怪的梦 老公 老公 会不会因为我这几个星期 没有去放生 哎呀 要买什么鱼呢 还是两条鲤鱼吗 嗯 上次已经买过鲤鱼了 今天就买一些鲤鱼 来放生好了 也好 也好 我们刚进了一批鲤鱼 你要多少条呢 老婆 老婆 我们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放生了 今天就多买一些吧 好啊 那我要十条鲤鱼 好的 小姐 我马上帮你捞 还有 麻烦你捞的时候轻一点 别把它们碰伤了 好的 没问题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鲤鱼水槽旁的另一个水槽里 有一条金色的鲤鱼 它显得非常的着急 一直在靠近鲤鱼水槽的那边 游来游去 咦 老公你看 那条金色的鲤鱼 好漂亮啊 是啊 它看起来好像很着急的样子 不知道它想要做什么呢 突然 那条金鲤鱼使劲一跳 从自己的水槽 跳进了乘放鲤鱼的水槽里 然后将头露出水面 嘴巴一张一合的 像是在说话一般 好家伙 可真能跳啊 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 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回你那边去 哦 天呐 你看这条鲤鱼 好像是在对我们说话呢 是啊 难道 它是在哀求我们救它吗 啊 鲤鱼也会求救吗 是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鱼也是有灵性的 也知道痛苦 也会恐惧 它一定是在求我们救救它 咦 难道在你梦里向你求救的 就是这条金色的鲤鱼吗 嗯 有可能哦 我要把这条鲤鱼买下来 这真是不可思议啊 赵小姐 你要买这条金色的鲤鱼吗 嗯 是的 麻烦你帮我捞一下吧 好的 这条鱼的力气可大了 我先前捞它的时候 它总是挣扎得很厉害 想要捞它可不容易啊 然而这一次 那条金色的鲤鱼 竟然一动也不动的 让人从水槽里捞了出来 真是奇怪了 以前捞的时候 它总是拼命的窜来窜去 这次怎么变这么乖了 那是因为它知道自己即将获救啊 所以便静静的让你去捞它 多么有灵性的一条鱼啊 真的耶 它好像真的知道你是来救它 而不是要宰杀它的 哈哈 现在你相信鱼也是有灵性了吧 嗯 我相信了 你现在安全了 等会儿我就会将你放生的 赵小姐和丈夫来到河边 先将那些鲫鱼放生了 老婆 你把那条金色的鲤鱼放生吧 嗯 然后拿出那条金色的鲤鱼 那鲤鱼安静的让赵小姐捧在手中 她睁大眼睛望着赵小姐 嘴里咕噜咕噜的像是在说些什么 哈哈 她是在向你表示感谢呢 嗯 真是一条有灵性的鱼啊 鲤鱼入水后游了几下 然后转身探出头来 看着赵小姐和她的先生 嘴巴一张一合的 想是再一次表达感谢 赶快走吧 以后要小心点 别再被捉住咯 好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河沙 摩河波哲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